第四十一集 是 不一会儿 卢盈再来时 依然还是一袭红袍 不过这次的红袍 是男子饰养 因头发已经湿透 她在梳洗过后 一把长发披散 衣袍非常蕴贴 完全是按照卢盈的身材定制的 可能卢盈也想到了这一点 嘴唇抿得有点紧 坐在榻上的贵人 身子向后微微一扬 微笑地打量起卢盈来 这般穿着大红袍服的卢盈 有种奇异的魅力 那魅力在她肩头上的木发 舒淡了她眉目间的冷力 却也增添了几分飘逸 令得这个少女散发出一种 一瓷一雄的艳色来 再配上她族上 刚换上的黑色靴子 卢盈整个人都透着一种 洒脱中的冷和咽 这是一种让人渴望征服的艳色 卢盈来到踏击上坐下 她垂下眸 慢慢地给自己倒了一盅酒后 举起酒中 慢慢地饮了一口 然后 卢盈转过头 宁眸看向含着笑 望着她的贵人 然后她举起酒中 朝着她 晃了晃后 低声说道 多谢 贵人没有说话 她只是微笑着 懒洋洋地看着卢盈 感觉到她眸光地专注 卢盈猝了猝眉 低头把手中的酒中晃了晃 看着那酒水 荡成一圈圈的花浪 现在的卢盈 没有外表表现出的淡定 她今天那么回复 着实跋扈了些 而且 她现在也感觉到 贵人的目光中有点冷意 因着这点冷意 她此刻不敢太随意 这是一种下意识中的警惕 于情于理 这贵人都不会真正 放任她无止境地嚣张下去 那样 不符合玉下之道 卢盈垂着眸 长长的睫毛在眼窝下 投射出一圈阴影 美丽的面容 显出一种无形的脆弱来 是了 这个还没有吉吉的小姑子 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任 外表表现得再坚强 她也是脆弱的 这才正常吗 贵人嘀嘀一笑 说道 卢是 卢盈没有回应 而是抬眸看向她 红袍抹发底 她的乌眸特别黑亮 肌肤也特别白皙 她在看着她 等着她说话 贵人 贵人晃了晃 手中的酒杯 慢腾腾地说道 听说 你对我很不满 刚才还发了火来着 这样吧 你当着我的面 把话再说说 再说说 让她好当面算账吗 卢盈抿了抿唇 她抬着乌黑的眸光 看着贵人 也许是看得太专注 也许是今天的卢盈 还真的脆弱了 看着看着 卢盈那眸子里 荡漾出一层水光 这个红袍似火 气质既冷力 又张扬而自信的美少年 突然之间 竟在这贵人面前 流露出难得的脆弱了 似向好多双眼睛 都朝这边看来 那把卢盈再来的青年 也瞪大了眼 她这还是第一次知道 无法无天 如卢氏娘子 原来也有这么个 呃 让人心软的时候 贵人慢腾腾地 放下酒中 伸手扶着额头 她还没有怎么招叹呢 虽是无奈 可到底 贵人还是叹了一口气 听到她的叹气声 卢盈垂下眸子 隐隐遮住眼底的金光 她慢慢举起酒针 几乎是猛然 把她喝了一口后 卢盈陡然站了起来 朝着贵人扶了扶 色声说道 告退 声音有点沙哑 似乎在强忍着某种情绪 于是 说出这两个字后 脆弱的 强行控制着自己脆弱的卢盈 猛然转身 掉头便走 她也不跟贵人请示 再次这般自顾自离场 只因离场的有点仓促 显得她那小身板 是如此的心力焦瘁 众人略意犹豫 便看到她兔子一般窜出老远 目送着卢盈仓皇离去的身影 贵人常叹一声道 原来这太嚣张的人 要搬回局面 眼中擒一把泪就可以了 站在他身后的两个侍卫 相互看了一眼 左侧那青年问道 狼君的意思是 贵人没有回答 他懒洋洋地站了起来 意思 她的意思不就是 卢氏小娘子在她面前 也太收放自如了 想嚣张就嚣张 嚣张不了 就勤一把泪糊弄她 卢盈这一息红伤 着实太耀眼了些 幸好她出门时做过准备 怀里揣了一把铁钳 租了一辆旅车 把自己送回 一入巷子 卢盈便脚步加速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个 狐疑的叫唤声 卢云 这声音 有点耳熟 卢盈回过头来 她对上的 是看着红袍男装的 她瞪大眼回不过神的 王室少年 王上 咦 音彻都走了 她怎么还来音符 王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卢盈 不知不觉中 她烟有点干 侯杰滚动了一下后 王上收住心神 朝着卢盈一一说道 阿云 好些日子不见了 不过这个时候的卢盈 明显没有与她交谈的心情 她点了点头 哑声说道 王兄 我身体不适 先行告退 说吧 她转身就走 一直等卢盈的身影消失在那扇大门后 王上还在呆呆看着 一进入房门 卢盈便吐出一口浊气 用热水洗了把脸后 卢盈用毛巾紧紧贴在脸上 寸刀 这一下 越来越难对付了 敷了一阵 感觉到自己完全清醒过来 卢盈走到自己房间 慢慢解下了红袍 把红袍 与同样是那贵人所赐的红伤 叠在一块 卢盈猝起了眉 这两件衣裳 都是照着她的身材做的 不但布料精美 而且饰样 也不是汉阳能见到的 她今天去得匆忙 那贵人不可能临时让人 给她制了这身衣裳 只怕这些 是她早就做好了的 也不知还有几身 不过 现在的重点也不是这个 而是那贵人在她身上 是真花了心思的 她每次见到自己 在她面前蹦来跳去 也是故意纵容着散散心的吧 想到这里 卢盈又揉搓起眉心来 说实在的 她现在最大的希望 便是把自己的命运 完全掌握在手 所以平时也好 贵人也罢 她都巴不得远远躲开 正在这时 一阵敲门声传来 卢盈走过去打开房门 站在外面的是 黄嫂子和阿青 两人站在一起 黄嫂子脸上笑意盈盈 而阿青 则有点不自在 看向卢盈时 也带着微微的歉意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凤月无边》 作者林嘉诚 演播 太太子 你们来了 卢盈点头 请进吧 态度极为自然 一副早就料到 他们会来的模样 黄嫂子脸上的笑容 更谄媚了 事实上 经过昨天那事后 所有平府人 都对卢盈改观了 原来 她不止 是真的得到了 那贵人的看重 而且 这个无父无母的 破落户之女 还是个真有心机的 瞧瞧她 昨天那副应对 一般的孤子 有几个做得出的 不说孤子 便是平氏的郎君 只怕聪明 胜过她的 也没有几个 因着这种想法的改变 现在平氏 对卢盈的方案是 怀柔 且多加走动 等找到了 对付她的方法后 再来应的 见卢盈神色有点泱泱 黄嫂子凑上前 嬉嬉笑道 呵呵 阿盈啊 这是怎么了 好像 你不高兴 卢盈抬眸 瞟了黄嫂子一眼 没有说话 三人走入房间 这小院子 捅共就那么几间房 因此 黄嫂子一入内 便瞅到了 卢盈摆在床上的 两件红衫 在这简陋普通的房间中 那两件 用最珍贵的裸起 和紧缎做成的衣裳 是何等华美 黄嫂子一眼看去 便被吸引了目光 她在卢盈面前 自不会有什么敬畏不敢 当下走过去 把那衣裳摸了两把 又提起来抖动两下 黄嫂子惊叹道 天呐 阿盈啊 你这衣裳从哪里来的 看到这一脚没有 这是方空 这一脚 还有这一脚 都是用最珍贵的 劈锤如雾 轻薄四空的 方空沙壶制成的 她刚叫到这里 突然记起来 这么名贵的 整个汉阳指纹其名 从不曾一见的方空 除了那个贵人 还有谁有 这衣裳 一看就是按照 卢盈的身段制成的 那贵人 果然对她上了心啊 卢盈正在忙着烧水 听到黄嫂子的惊叹后 她漫不经心 瞟了一眼 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衣裳 我给了她钱 你给了她钱 黄嫂子瞪大了眼 她显然无法明白 卢盈的脑子 是怎么想的 好一会儿 她才好奇地问道 你给了她多少 你有那么多钱吗 据她所知 就算把卢盈这衣物字的书 全部卖了 只怕也买不到 两件衣袍中的任何一件 因为这种衣料 根本是有价无市 卢盈一朝灶里添了一把柴 回道 那天 阿清不是送来三百斤吗 我全给她了 阿清与黄嫂子面面相去 好像 三百斤虽然不少 却也远远不够吧 黄嫂子忍不住诧异地问道 她收了 龙盈点头 嗯 她让人收下了 黄嫂子发现自己头有点晕 有点弄不清那贵人和龙盈的关系了 按理说 贵人既然刺她衣裳 那就意味着她对龙盈十分看重 既然看重 又怎么会收她的钱呢 还这么少 这么微不足道的钱 她自顾自的沉思 没有注意到 龙盈瞟了她一眼 那眸光暗藏金光 黄嫂子虽然没有看到 阿清却是看到了 很快 她就明白了龙盈那一眼的意思 却是他们回去 各自把这情况跟平府众人一说后 很快的 平家三房和四房又各送了两百斤过来 这不 龙盈刚用三百斤买了一件红袍 这一转眼 又赚到四百斤 伴随着这四百斤的 还有平视众人 对龙盈越发恭敬 越发小心的态度 平白得了四百斤 龙盈也变得兴奋起来 姐弟两人直唠叨到半晚 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送走弟弟后 龙盈读了会儿书 转身走向市集 还没来到市集 一辆驢车停在她面前 同时 一个熟悉的叫唤声传来 阿盈 龙盈抬头 她对上的是表情复杂中 透着几分 黯然难舍的曾长志 四目相对 曾长志 唇动了动 却没有发出声音来 只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哑声说道 阿盈 我与平音她 这个时候她提到平音 表情中没有了温柔 多的是一分漠然 也许世间事就是这样 因为平音是她自己舍弃的 所以她不记挂 不留恋 而龙盈是主动不要她的 反而她一直放不下 错了错词 曾长志说道 我与平音 已解了婚约 见龙盈乌黑的毛子 毫无波澜地看着自己 曾长志发现自己的胸口堵得晃 要说这阵子 谁家的姑子最受人注目 那必是卢氏阿盈无疑 几乎稍有点门路的人都知道 她深得那贵人看重 曾长志从来没有想到过 如卢盈这样的破落户 还有一飞冲天的时候 由着这种心态 她在打量卢盈时 越发觉得她美丽无比 气质逼人 实是平生难见的家人 可这种感觉一出 她的胸口堵得更闷了 说完与平音解去婚约的话后 曾长志低头看着卢盈 色声说道 阿盈 以前是我不好 我被平音勾住了 迷惑了 疏忽了你 转眼间 她与卢盈之间昏变的缘由 便全部推到了平音身上 曾长志 这不是她故意推唐 而是她当真以为 是因为平音勾引她 迷惑她 才令得她一时糊涂 进而失去了卢盈的 语气中 竟不知不觉中 含了一些对平音的埋怨和不喜 卢盈微笑道 何必说这样的话 曾家郎君 事情已经过去了 说到这里 她朝她盈盈一扶 祝道 愿郎君到了成都后 顺利安康 曾长志一惊 她瞪大眼说道 阿盈 你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成都 郎君不是说了 与平音解除了婚约了吗 卢盈一副理所当然的姿态 若不是要到成都 郎君的父亲 怎么会如此行事 曾长志彻底呆了 他瞪大眼傻傻看着卢盈半少 脑海中突然泛起父亲说过的话 长志啊 卢是你聪慧过人 你舍他而就平音 实是犯了大错呀 这话 他以前听过两次 也心有感触过 可没有一次如现在感触这么深 自己只是一句话 自己只是一句话 他便能推算出自己一家的行动 这种心智 远非自己所及 呆正半少 曾长志突然抬起头来 他看着卢盈 又是兴奋 又是小心地问道 阿盈 我一直喜欢你 你还是嫁给我好不好 他无比认真地说道 阿盈 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 你放心 那种错我以后不会再犯 我会一直对你好的 我父亲 他也会喜欢你 喜欢你的 我母亲你也别在意 你进了我家门 肯定会有你掌管中愧的 越说他越是激动 也越是兴奋 说着说着 曾长志双颊通红 眼睛大亮 心也砰砰跳得欢 他第一次感觉到 原来他这么久 之所以郁郁寡欢 是因为与卢盈解了婚约 他现在才明白过来 只要能够再与卢盈在一起 他就由衷地开怀了 怎么直到现在 他才发现这么在意她